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罗斯驻波兰的大使安德瑞夫 按惯例在华沙进行纪念活动 但是他在路上 在大街上就被一群抗议者阻拦 这些人挥舞着乌克兰的旗帜 大声的斥责 俄罗斯人是法西斯分子 最戏剧化的场面是有人像俄罗斯大使泼洒大量的红色液体 像血液一样 让他看上去非常的狼狈 后来证实这些红色液体是某种糖浆 所以安德瑞夫并没有受伤 但是这个事件呢 引发了俄罗斯对波兰的强烈的抗议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说 波兰在纵容新纳粹分子 这非常有意思 双方都指责对方是纳粹 希特勒对人类的一个贡献 带引号的贡献就是发明了这个臭名昭著的组织 使得后人可以利用这个组织的名称来给敌对方泼污水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波兰和俄罗斯至少现在在民间的这个对立情绪是空前的高涨 亲俄罗斯的车臣领导人叫卡德罗夫 最近甚至公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 要解决波兰问题 他说 只要给我军队 我能在六秒之内就让波兰知道我们的厉害 车臣军队厉不厉害我不知道 但车臣的这个便捷将军的嘴炮功夫 我觉得还是非常厉害的 卡德罗夫夫子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是反抗俄罗斯入侵的 但是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 他们眼看打不赢就立刻投降了俄罗斯 并且从此忠心耿耿的为俄罗斯服务 成了俄罗斯在车臣的代管人 便捷将军冲在前面 俄罗斯国家杜马官员 俄罗斯总统办公室内政部首脑叫 奥雷格摩罗佐夫不久前也宣称说 在打完了乌克兰之后 接下来就要对波兰去纳粹化 俄罗斯这个曾经和纳粹一起瓜分波兰的国家 竟然成了反纳粹的急先锋 还要给波兰去纳粹化 说到这儿我不得不插一句 虽然这个西方啊 在很多时候它也有宣传的嫌疑 但是就宣传工作本身来说 西方确实比俄罗斯 伊朗 中国 朝鲜 这些反西方的国家要显得老道的多 这个得益于西方有一整套的理论自洽的 符合人性的价值观 西方的这种宣传是建立在一个稳固的 经过历史锤炼的价值观的基础上的 所以你要想搏倒西方的这个宣传 除非你说它在事实上造假 否则的话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自由民主独立谁都想要 这个和你的人性是自洽的 但是反西方阵营则存在理论构建严重薄弱的问题 因此会出现一些让人地效皆非的一些说法 比如说俄罗斯管波兰叫纳粹 中国管自己叫全过程民主 抛开是非对错不谈 这些国家搞宣传工作的人 实在是有混饭吃的嫌疑 而且最让人生气的是 西方竟然还没有一个宣传部 没有官方要求统一的宣传口径 而这件事就在一个统一的价值观之下 它就做成了 你说神奇不神奇 当然不开玩笑的说 在一个缺乏自由的体系中 宣传工作确实也很难搞出一个合适的理论体系来 目前看来唯一的成熟的反西方的宣传体系 竟然是伊斯兰的极端势力的宣传 其他的反西方的宣传 往往又知道连他们自己都无法相信的程度 好有点跑题了 我们回来 普京对于乌克兰的入侵 他的目的是为了嚇阻北约的东扩 为俄罗斯争取更大的所谓安全空间 但是随着西方和乌克兰的密切合作 这个战争很明显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不但乌克兰拿不下来 反而北约变得空前的团结 东欧的军事力量急剧的上升 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 一旦芬兰和瑞典加入了北约 那俄罗斯和北约直接对峙的边界的长度 将在现在的基础上要增加一倍 你看俄罗斯付出了战争的代价 被经济制裁的代价 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被空前孤立的代价之后 反而自己的边界的安全情况 变得更加难以为俄罗斯人所接受了 俄乌战争从开始进行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波兰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波兰的人均GDP大概是乌克兰的三倍 在过去的十年中 波兰可能是对乌克兰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 排除俄罗斯的能源进口外 波兰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波兰打工的乌克兰的工人有150万人 这个除了地缘政治的原因以外 波兰和乌克兰在历史上有过很深厚的交往 在16、17世纪 波兰和乌克兰是同属于一个联邦国家的 这个国家叫波兰立陶宛联邦 这个联邦主要包括波兰、波罗的海三国 乌克兰、白俄罗斯、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 乌克兰的西部和波兰是长期处于同一个政府的管理之下 那么到了苏联时代又同时处于苏联的压迫之下 这就使得这个两个国家的人民之间天然的相互具有好感 苏联解体的时候 波兰是第一个承认乌克兰独立的国家 甚至波兰还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 说波兰和乌克兰只能一起自由 谁都无法单独自由 所以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乌克兰人大量的涌入了波兰 波兰一夜之间成了世界上第四大接收难民的国家 进入波兰的乌克兰难民现在大概有三百多万 他们在波兰受到了比较良好的待遇 孩子可以继续上学 难民可以寻找工作 波兰政府还向乌克兰难民家庭派发一定的补助金 而更为重要的是 波兰历史上一直有被俄罗斯欺凌的教训 所以这一次俄乌战争一开始 波兰就成了这个中东欧迅速军事化的领头羊 没错 在整个这个中东欧快速军事化的运动中 波兰是最快的 甚至是起到主导作用的这样一个国家 俄罗斯是活生生的在自己的西部培养出了一个军事强国 波兰的常备军从原来的11万人快速的增加到25万人 并且迅速的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要知道这个时候波兰成了是美国对抗俄罗斯的最前线的国家 输入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大多就是从波兰运进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正好是波兰快速的武装自己的最好的时机 在北约国家中 波兰是最早把自己的军费开支提升到GDP的2%以上的 这个是北约对成员国的军费开支的要求 但是之前很少有欧洲国家能够做到 波兰是最先做到的 在去年10月份 波兰又宣布要把自己的军费开支提升到GDP的3% 这个可能是北约国家中最高的 波兰成就的武器迅速的被淘汰 换上了北约的先进的装备 波兰购买了250辆美国最新的M1主战坦克 250辆德国鲍尔坦克 还预定了32架美国最先进的F35战机 这部分战机按计划的话会在2024年到位 另外还购买了48亿美元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还进口了土耳其的无人机系统等等 波兰副总理卡琴斯基说 我们宁可增加一些债务 也要先增加自己的安全 那么在波兰的带动下 当然更主要的是在俄罗斯的邀请之下 俄罗斯的西部邻国们几乎全部行动了起来 北约变得空前的团结和有活力 捷克共和国 这是一个一贯五倍松弛的国家 虽然它是北约的成员国 但是它的国防开支 一直在1%GDP之下 这个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和俄罗斯接壤 但是呢 俄乌战争之后 捷克迅速的增加了自己的国防开支 2022年达到了它GDP的1.35% 并且承诺到2025年要达到2%的标准 罗马尼亚将增加自己的国防预算到GDP的2.5% 保加利亚 斯洛伐克 波罗的海三国都把自己的国防预算 增加到了2%的GDP以上 这个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川普曾经强烈的要求这些国家增加自己的国防预算 但是收效不大 同时还造成了北约内部的分裂 但是这个目标呢 却被川普的好朋友普京先生做到了 这甚至还带动了这个地区的基础建设的投资 因为在现代战争中 一个国家的运输能力 在冰原调动积阳补充上是至关重要的 东欧有些老旧的基础设施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这些国家就开始大量的投资改善桥梁道路港口码头 其中最大的一个工程是要修一条贯穿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的高速铁路 这个工程的投资是60亿美元 后期呢 还有可能通过海底隧道直通芬兰 你从地图上一看 这条铁路就很像是在西北角上捆住俄罗斯的一条铁链 但是能怎么办呢 鉴于俄罗斯一贯的历史上的表现 没有俄罗斯的邻居会感到安全的 我说这个话并不夸张 和俄罗斯好到穿一条裤子的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 他也曾经表示说要加强自己的国防 他的原话是甚至让俄罗斯都不敢入侵我们 就是说连白俄罗斯都得防着俄罗斯 做人做到这个份上真的是很悲哀 普京发动的这场战争 根本无需看在乌克兰战场上的结果如何 俄罗斯已经输了 因为从战略上来看 俄罗斯受到了更大的地缘政治的挤压 培养了更多的敌人 失去了更多的伙伴 这个和普京发动战争的初衷 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结果 俄罗斯是一个永远不知道 如何让别人喜欢自己的民族 这种愚蠢在我们外人看来是如此的明显 而他们自己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宿命 也许我们应该反过头来想一想我们自己 比如说枪支泛滥问题 在外人看来这肯定是一个无比愚蠢的选择 但是我们自己呢 却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宿命 好 本周的北美经论就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 祝大家周末幸福愉快并且安全 我们下一周再见